四九一问男性生责系统 我们一一看 其实我们先把这个甲乙丙定物籍是谁 先写在旁边 甲呢 是你看他这个 稿丸副稿上来的输精管 第一个遇到的左右各一的 这是储精囊 储精囊 这是囊减几次 乙呢 是色护线 那我写前列线 色护线就是前列线 所以乙是前列线 那丙呢 是尿道球线 分泌黏液的 所以甲乙丙刚好就是所谓的 人体的男性的三个 负线 尿道球线 好 这三个是人体的负线 分泌精浆 就是精液中去除精子的其他部分 主要是这边 这几个三个负线分泌的 物是稿丸 丁呢 是负稿 储存精子用的负稿 好 那这个挤呢 叫做书精管 我先写精了 好 那我们就把这些所描述的各代号 知道他是谁了 我们再来看题目问什么 好 A选项 甲 有分泌精液成分的功能 有 因为储精囊 前列线 尿道球线都有 它叫负线 分泌精液 所以A是对的 以根品分泌的物质为弱碱性 这是对的 各位 精液是弱碱性的 为什么 因为阴道是弱酸性 好 这样一个性质 所以它这边是偏弱碱性 这弱碱主要是碳酸清根 弱碱性 好 没有尿液 它叫输精管 又不是输尿管 所以 如果这里的C有 你要改词 那谁可以同时输送精液 又同时输送尿液呢 是尿道 尿道 平常是排尿的 在性交时可以排 那个精液 尿道才会有可能 又有排精子的功能 又排尿的功能 好 出选项 物是谁啊 物是 物是搞完 在阴囊内 有很多的细菌管组成 对 搞完细菌管 搞完中有很多搞小业 搞小业里面有很多细菌管 细菌管跟细菌管之间 叫管间细胞 所以猪是对的 那饼呢 尿道球线 它也是分泌精液的成分 对 所以这里当然就试一试错了 其他都对 好 这是第49题